歡迎各位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來到今屆卡塔爾世界盃的八強戰 將會有一對老對手的對女 他們就是曾經五次在世界盃決賽州碰頭 今屆由魯瑞雲哥爾領軍的荷蘭 對陣由球王美斯領銜的阿根廷 荷蘭作為歐洲傳統競女 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 單凡進入世界盃決賽州 球隊都未曾缺席過淘汰賽的階段 在過去八次參戰決賽州 有五次殺入準決賽的 只不過從未聞頂過冠軍 成就了荷蘭無面之王這個稱號 相比是2010年和2014年兩屆世界盃 荷蘭今屆的後防先陣容 甚至比中前場更豪華 陣中身價最高的前六人裏 有多達四位是後防球員 因此魯瑞雲哥爾 將荷蘭過往全力進攻的踢法 演變成今屆主打防守反擊的戰術 不得不稱讚雲哥爾 將橫是越老越辣 雖然荷蘭長坤九次的射門數據 在八強球隊裡僅僅是高過摩洛哥 但他們長坤入球率達到兩球 顯示出射門轉化入球率仍然是挺高的 可見荷蘭今屆的 美斯這位球壇天之嬌子 依然是全球球迷的關注所在 甚至已經有不少人下想 阿根廷將會與葡萄牙匯斯決賽 見到美斯和斯朗拿道兩位球王去爭奪世界盃獎座 話雖如此 要實入世界盃決賽 阿根廷面前仍然有兩座大山要跨過 與荷蘭的防守反擊不同的是 阿根廷今屆著重中前場的迫搶 憑著迪保羅和麥亞利士打這些中場球員滿場飛的表現 令到阿根廷一失去空球 就能以最快的速度奪回空球權 而且在策動進攻方面 除了有球王美斯主導外 在球場左右兩邊都見身影的迪馬利亞 今屆有回春的表現 在風扇上 曼城小將艾華里斯 憑著兩位入球展現出他的侵略性 而且他的穩定演出 令他成功取代了今屆表現瓦火的國際米蘭前鋒 納達魯馬天尼斯的位置 所以今場阿根廷面對由雲迪克領銜的荷蘭後防線 這場八強攻防大戰絕對令人期待 我是阿斌 多謝各位收聽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給他一連擊 鐵為充電 八強 一連擊 對 嘴子 一連擊 從三年 又一個